圓桌開心畢業 成姓男子 9月14號才和女友 一起參加中秋烤肉聚會 雙胞胎兒子輪流坐在兩側 兩人照顧餵食 怎麼也沒想到一臉憨厚 老師的他竟然狠心殺了 童軍女友和雙胞胎的兒子 慈的家屬跟著法師 到台中中區這棟大樓招魂 30歲的成姓婦人 和2歲的雙胞胎兒子 就是成姓在6樓一間套房內 我裝水或出門 一定會經過他們房間 去趟大概10點多 味道就比較濃一點 到了下午我要出門 味道又更濃 7號傍晚住戶才聞到異味 但其實成姓婦人 跟雙胞胎兒子3人 早在3號身亡 成姓嫌半說 當天和成姓女友吵架爭執 一氣之下 他徒手勒住女友脖子 第一時間發現他還有氣息 他再度緊淚 將他置於死地 接著拿起被子 將雙胞胎兒子來悶死 再顧部一陣 調低冷氣溫度 蓋上棉被包覆 疑是為了要掩蓋屍醜味 接著再收拾自身物品 來湮滅證據 拿走女友的證件 收機後離去 直到7號下午 消防員破門 才發現成姓女子的男童 躺在地上 原本以為只有兩具屍體 但一把被子掀開 才發現婦人懷中還有一個 3人確定身亡 想要把這死亡時間縮短 譬如說 譬如說本來應該死12小時 你看就好像死差不多6、7小時而已 還能跑到台北 還要出國 很多人是看他出國 警方調查 曾經嫌犯殺了同居女友 和雙胞胎兒子之後 曾速度回到套房查看 國異行徑引起懷疑 他被逮後 坦稱勒畢女友悶死雙胞胎 但因為一時口角就痛下殺手 連青春兒子也不放過 事後還像沒事人一樣 回彰化打網咖殘忍冷血的手段 讓人不寒而慄 在聯運兵王一超 王百英 詹景成 SAG小組 台中 採訪報導